getting to the same solution one world 我们反向世界 我们拥有明天 多多目睹发了 amish my lingua 我们的世界 就是我们明天 有你和我 with you and me Here we do 我们一个世界 有你和我 Here we do with you and me 有你和我 一个世界 有你和我 有你和我 你和我 你的工作表現現出 下个星期开始 你就负责大团 我的普通话这么烂 怎么大团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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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普通話的歷史知道多少啊 你對普通話的歷史知道多少啊 我只知道普通話是中國官方語言 嗯 不錯 這個型知 連小學生都懂啦 咳 咳 咳 其實韓民族共同語言 最早在上古的夏商周時期就已經有了 啊 柯爺爺啊 你不是打算由夏商周開始說話嗎 我對中國時代很熟啊 夏商周才… 行了 行了 你跑的書包太重了 你對中國歷史這麼熟 都知道 朝代的更替會帶來民族大遷徵 是啊 好像明朝初年 朱元璋為了補充大屠殺之後 全國人口不足的問題 先後八次在山西向全國遷徵人口 行了 呵 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謊言 為了方便溝通 就會衍生出共同語言 在1955年 中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稅會議上 就確定 漢民族共同語言叫做普通話 即是普遍共同的意思 但我聽過不同地方說的普通話都不一樣 以什麼為標準呢 中國的首都在哪裡 北京 哦 以北京音為標準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以北方話為基礎謊言 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 著作為語法規範 國務院發布了這個準則之後 普通話一次就開始廣泛應用了 按你這樣說 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咯 作標準咯 不是等於 北京話作為一種謊言 是民族語言的地方分支 亦有一些謊言土語 土音沒有普遍性 不是全國通用的 例如北京話將 隔壁的B 讀成 Beer 辦公室 讀成 辦公室 是啊 聽來真的有點不同 北京話的儀化音和輕聲特別多 其中有些沒有區別詞意和語法作用的 普通話就將這些不規範的語音 排除在外 那推廣普通話 是不是要消滅謊言 在本書裡見到 中國憲法規定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普通話是規範化了的 現代漢語書免語的口語形式 推廣普通話並不是不可以說謊言 而是在講謊言的基礎上 還要懂得說民族的共通語言 那我帶團到北京 在什麼場合下一定要說普通話的 通常 在正式的工作場合 例如 會議 或者發佈消息的時候 都要說普通話 不過 如果你去到北京 不說普通話 難道說廣東話嗎 哇 怎麼走了 你好 我是馬來西亞來的 我想問一下這個地方 到底怎麼去 這個地方 年輕人 你是不是想問 不同的地區 所說的普通話 有什麼分別呢 夢爺爺 你怎麼會知道 我想問什麼 你很厲害 夢爺爺 你別笑了 再笑 肚子入風會肚痛的 不錯不錯 年輕人 你也挺懂得關心別人的 真笑 我和馬馬一起住 所以就知道 好像你這種大小孩 要哄的 不如我們先說普通話 好 你剛才見到那個馬來西亞人 說的 都是普通話 天咪咪 你笑的天咪咪 這首歌我媽媽都經常唱的 是啊 年輕人 你都時候上班了 跟我問候你媽媽 告訴她 我也很想念她 夢爺爺 你認識我媽媽的嗎 哈哈哈哈 甜咪咪 你笑的甜咪咪 夢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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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爺爺真是壯見了 走得這麼快 哇 這麼晚的了 九時回來旅行社了 好吧 讓我明天再來這裡 學好些普通話 我相信 盼望著 盼望著 東風來了 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 欣欣然張開了眼 山朗潤起來了 水長起來了 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這段節錄出自朱智青的散文作品《春》 是1933年發表的這篇作品 主題是對自由境界的嚮往 對美好事物的無限熱愛 《春天》令人神旺 充滿生機 全篇散文以作者熱愛春天 讚美春天的感情為線索 揮出一幅幅動人的春景圖 朱智青 原名朱智華 浙江紹興人 出生於江蘇東海原 是現代中國著名詩人 散文家、學者 早期作品 好像背影 都著重社會現狀的批評 他的散文結構嚴謹 簡撲自然 描寫的內容細緻生動 朱智青 鮮於借景書情 內容真摯動人 代表作有春、綠、背影和何堂月色 作詞文中 他 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